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等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 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易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易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易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易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它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它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它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笔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下面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调医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个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兑换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验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 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泰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叫陈业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业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 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购买BTC了 第五步呢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一佣 但是呢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佣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 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流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按照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懵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他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看一下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想等价格低一些来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他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这里 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版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列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店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他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他是22年11月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他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浩宇双号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我写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淘宝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医理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B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B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又是一年春光好 压杀玻璃正当时 从3月19日开始 古浪县1700多名干部群众集结黄花滩五道沟 开展全县2024年春季义务压杀活动 打响了河西走廊 塔克拉马干沙漠边缘阻击站中 第一个歼灭站的发令枪 异物压杀现场 作为防杀制杀的主力军 古浪灵草人 常年奋战在封杀一线 为保护生态 首位家园默默奉献 至2023年底 古浪县已完成 230万亩杀化土地的初步治理 今年计划完成剩余9万亩杀化土地治理 古浪灵草人更是全力以赴 奔忙在义务压杀现场 技术人员指导压杀 杀沟一定要挖深些 麦草不能铺太厚 也不能太薄 在压杀现场 技术人员寻回指导 严格把关 紧盯每一道工序 沿拔每一个环节 确保高质量完成压杀任务 我们主要就是指导各单位工作人员更加规范的压杀 确保压城的草方格能起到更好的固杀作用 县林草局技术人员唐欣欲说 在古浪县2024年春季义务压杀活动中 县林草局技术人员扛劳责任 坚守压杀一线 按照计划开展前期准备 技术指导 组织协调 核查验收等工作 确保义务压杀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为率先打赢河西走廊塔克拉马干沙漠边缘阻击站中 第一个歼灭站保驾护航 3月22日下午 第三届精彩大创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启动仪式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 活动中精彩大创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基金正式设立 第一期规模为1亿元 将赋能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 举办一加六系列活动提供场地支持 奖金鼓励 澎湃新闻从现场获悉 本届大赛以精彩青春创想未来为主题 由北京市教委、人设局、发改委共同主办 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承办 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负责具体实施 大赛汇集了场地支持、奖金鼓励、富华服务、宣传推广、项目对接、成长扶持、办理引进、入选数据库、金融对接、知识产权、财税 大赛推荐十二大扶持政策、全方位、多角度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本届大赛将举办一加六系列活动即一项主体赛事、六项同期活动 其中一项主体赛事分为高教主赛道和高职赛道 高教主赛道设五个分赛道 高职赛道为独立赛道、不再细分赛道、总计六个赛道 六项同期活动分别为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讲堂、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营、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百丽、金种子项目2024领选、精彩青春创想未来创业项目市场对接活动、创业企业体验日、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展 为更加广泛地发挥专业高效和社会资源力量 本届大赛的各赛道现场决赛将由不同单位根据各自优势成办 科技创新赛道将由北京科技大学成办 社会服务赛道将由北京建筑大学成办 文化创意赛道将由中央戏剧学院成办 乡村振兴赛道将由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成办 大健康赛道将由首都体育学院成办 高职赛道则由北京中关村智库双创人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这些大位的参与将为参赛学生提供更专业、更广阔的学习和交流平台 设立创新创业发展基金和1万平方米科转加速器 同时,本届大赛启动仪式现场还发布设立精彩大创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基金 该基金由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 北科建集团、益庄国头、洛阳科创、北创营等单位共同发起 第一期规模为1亿元 持续赋能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 这一举措将未具有市场前景和创新潜力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 解决大学生创业过程中遇到的资金瓶颈问题 同时,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从创意到转化 再到商业化运作全流程的顺利进行 更好的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此外,本届大赛还与北科建集团一庄科创员合作 设立了1万平米北京高校科转加速器第一年启动其面积为1000平米 重点针对每年大赛有限的优秀项目 为创业者提供全流程、全链条的创业支持 持续推进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员团队出复后科技成果转化的后续服务机制 同时,结合北京京开区政策优势提供从免费孵化、概念验证、产品化及加速等全链条服务体系 构建高校科转移战时服务模式 促进符合条件的优秀团队在周边落地 为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赋能加速、基金发起大位之一 北大创业训练营教务长贾弘扬阳向澎湃新闻介绍 上述创新创业发展基金重点针对具有市场潜力的项目 可为适合创业的项目提供早期发展资金 而科转加速器提供的是在项目创业早期偏后端的硬性载体服务 这两项举措有利于消除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的鸿沟 为具有市场发展潜力的项目提供更有效 周期更长的服务 该项大赛自2022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两届 恭喜引到9263支大学生创业团队报名参赛 初步打造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赛事名片 随着美元指数日内持续走强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在岸和离岸市场双双成压 3月22日人民币对美元及期汇率盘中跌破7.20关口 16时30分收于7.2283 较上一较一日下跌289个基点 创下去年11月17日以来的新低 更多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跌幅更大 3月22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盘中接连跌破7.23 7.24 7.25 7.26和7.27关口 截至发稿盘中最低跌至7.2713 跌幅接近500点 同样创下去年11月中旬以来的新低 3月22日美元指数强势升值 从低点103.92最高攀升至104.4254 日内升值0.4% 智商政权认为 在美国经济仍具韧性的背景下 在通胀风险驱动降息 预期回撤将支撑美元和美债利率在高位震荡 平安守经团队认为 美元指数可能继续保持102到105区间窄幅波动 未来一段时间 美国、欧洲和日本亚行可能均处于岸兵不动状态 令美元汇率保持相对平稳 而紧急情况部23日表示 音乐厅内明火已被扑灭 救援行动结束 搜索行动仍在进行中 据悉 侦查委员会的调查组专家正在现场开展调查工作 紧急情况部门正在现场清理废墟 研究视频监控录像 开展伤亡人员统计 其受害人身份核实等工作 对音乐厅的现场勘察和物证收集工作也在进行中 4名恐习事件直接参与者 已被押送至莫斯科进行审讯 当地时间23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额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 向国民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 目前相关部门已抓获11人 其中包括4名恐习事件的直接参与者 据23日报道 4名直接参与者已被押送至莫斯科 目前正接受俄联邦侦查委员会的审讯和其他调查 内务部发言人表示 这四人均为外国公民 参与袭击只是因为钱 法里丁说 我在一月听开枪杀了人 为了钱 他说招募者承诺的报酬 大约是50万卢布约合4万元人民币 一半的钱已经转到他的银行卡上 另一半对方承诺是承之后再转 但他在逃避追捕途中把所有东西都扔了 包括银行卡 法里丁在审讯后期又透露 招募者一度承诺支付约100万卢布约合8万元人民币 西蒙尼扬当日还公布了另外一段审讯视频 视频中一名讲塔吉克语的男子在翻译的协助下交代说 他和一名同伴在莫斯科州一条高速公路旁的旅馆里住了十多天 我太久没有工作了 我想干活 赚钱 而真委会正在对恐怖分子留下的线索 进行遗传学 弹道学和指纹学分析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3日表示 该委员会调查组专家正在事件现场开展调查工作 紧急情况部门正在现场清理废墟 研究视频监控录像 开展伤亡人员统计及受害人身份核实等工作 对音乐厅的现场勘察和物证收集工作也在进行中 对音乐厅的初步调查显示 恐怖分子在袭击中使用了自动武器 并用易燃液体纵火 枪伤和因燃烧物中毒 是遇难者死亡主要原因 调查人员正在对从现场获取的武器和弹药等食物进行弹道 基因和指纹检测 极端组织再次宣称负责俄方位证实 据多家媒体报道 极端组织2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 该组织的4名武装人员对莫斯科州的一个音乐厅发动了袭击 对此 俄罗斯官方暂未作出回应 23日稍早时 有多家美国媒体援引极端组织 呼罗沙分支的声明报道称 该组织声称对发生在莫斯科州音乐厅的恐怖袭击负责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方面随后辟谣称 该组织早已弃用这一生命模板 目前该消息的真实性尚无法确认 普京就莫斯科恐袭事件讲话 俄罗斯总统普京23日就莫斯科尽叫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发表电视讲话时说 这起恐袭的实施者 组织者和策划者将受到严惩 他宣布3月24日为全国爱道日 意图速拦讲话要点 莫斯科市内地铁乘客及街上行人 较平时有所减少 这是十多年来 俄罗斯发生的最严重恐怖袭击事件之一 恐袭发生后 俄罗斯多地宣布加强安保措施 莫斯科机场、火车站、地铁站、公共汽车站等人群聚集地的安全检查 明显比往常更加严格 莫斯科市等多地宣布取消所有运动、文化和其他大型活动 美国、欧盟、英国等谴责莫斯科恐袭事件 俄罗斯莫斯科州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 多国政府和国际组织23日纷纷对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 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彼得斯塔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欧盟对莫斯科发生的恐怖袭击感到震惊 欧盟谴责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土耳其总统安尔多安指点普京 就莫斯科州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向普京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 严厉谴责这一针对无辜平民的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 并表示土耳其愿与俄罗斯在打击恐怖主义领域开展合作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对这起恐袭予以谴责 他说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必须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承诺 塞尔维亚总统577说 我要向俄罗斯公民、领导层表示诚挚慰问 希望那些犯下如此可怕罪行的恐怖分子被生之以法 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英国以最强烈措辞谴责莫斯科禁交恐袭事件 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同情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在莫斯科州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 声明表示美国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并与俄罗斯人民站在一起 对这一可怕事件造成的生命损失表示悲痛 与此同时 德国、斯洛伐克、荷兰、瑞士、约旦、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等国 也分别对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 并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点亮再看 密切关注最新消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